好,那剛剛我們看到各項分布的圖形的時候呢 有點卡住喔 卡在哪裡就是發現它下面的那個桌標紙啊 畫的不是我們的-1到6而是0到8 那其實當你就是我對plot這個函數 感覺不夠了解 所以畫成1到8 事實上我只要給它sy就可以 s就是這邊的點 那y呢就是這邊的高度 y就是這邊的高度 那用我們的例子就是這個pu 然後高度給它 s的點給它 那它就會自動畫 它也有h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剛剛之所以繪畫錯的是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是這樣 只有參數只有pu 也就是只有y字 只有y字的話它會自動補s 自動補s就變1到8 就看你有幾個點 但這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的是有sy字 所以應該是這樣才對 這樣畫才對 那我又把這一個指令貼到射門上去 射門上去 射門上去用 所以你用這樣的方式來畫圖 可以 那同樣的如果我們今天想知道說 那如果幾率不是0.5 那幾率是0.1的話會怎麼樣呢 那我就b1 b1 你會看到 它的機率很明顯的會集中在前 前面這一段 我們機率是0.1的 0.1的話就 就成功的 0.1是成功的 這也失敗了 看一下 機率0.1的話 db1 看一下db1 db1 你打問號db1 它應該就會出來 不過我們的 機率不知道為什麼 賣 找出來了 那他說 p of s 就是等於 choose ns p的s 所以0.1的话,我如果输入0.1,其实它感觉会是把0.1当成是1-P 所以我们再试一次,我们如果把这个用Vetal probability,那就是0.9C of 0.9C of 0.1,0.9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0.1,0.9C的怪怪的 所以看一下了0.1,0.9C 如果是0.1的话 它会集中在这边 集中在这边代表失败的几率是 就是失敗的機率 如果是0.1 0.1的話代表說 成功的機率只有0.1 對喔,那沒錯 成功的機率0.1的話應該會集中在前面 成功的機率 不對,成功機率0.1的話應該會集中在後面 所以我覺得我們對 對DBINOM的這個第三個參數的了解相關一關 好,第三個參數的部分 照理講0.1的話應該是集中在後面 但是它可能是剛好相反的 所以呢 它的P到底是指誰 所以我認為它這個0.1的0次方 可以計算看看 根據公式來算一下 如果我用頸之號 後面就是代表住頸 好,那我用 那我用 70 負 0 OK 然後 1 1等0次方 然後 1 1 1-1等 5次方 OK 這樣會是多少等一下 先把P那兩次 1等於0.1 0.1 好,這樣會是0.59 OK 沒錯 那所以 所以那個 一開始這邊會很高 就是以0.1而言 一開始這邊會很高 然後後面會來一個 所以沒錯 這個 0.1代表會集中在這邊 0.9 反而會集中在另外一邊 我們是以下0.9 如果1等於0.9 那它就 就應該會 會集中在另外一邊 所以呢 我們剛剛的 這個plot 如果B1是0.01 那我plot 就會集中在0.01的這一塊 就會集中在0.01的這一塊 如果我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呢 是 是 設定 比如說B9 好,這樣的話 那我plot B9 這樣的話 就會集中在另外一邊 如果0.9的話 集中在另外一邊 沒錯 好,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果其實 就是跟我們這邊 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這是0.5的狀況 這是0.3的狀況 那這邊是 0.7的狀況 就是 0.1的狀況 0.1的狀況 好,所以這是二相分布等圖形 大致上會是這樣子 好,那這裡接下來就出席題囉 席題 當場做 當場做 席題 3題 那期望值還沒講 先不講 先不看期望值 先看前兩題 期望值應該下禮拜再來講 先把分布講 再來講期望值 然後題目用R做嗎 對 你用R做 然後 你把R的超速過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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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下貼上就可以了吧 好,那這邊呢 這是今天的 好,請用R算出下月的這些機率結果 好,這是我們二相分布出的一個心理 這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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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就不能用R做人 所以第二題一個人 這樣寫不好 這個N的話就要寫出公式 正面 次數 我這裡應該少 少剪貼類的東西 正面次數小1等0k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N 這個應該寫公式 這不是R 所以 我應該寫 請 看出下月機率結果 然後這個用R 這個呢 寫公式 好,那各位試試看 正面次數 原來是他自動截掉了 所以我不能用小A等於 他的那個Facebook好像會把這個符號給截掉 只要加入控告 用小A等於他會把符號給截掉 是嗎? 只是我從不進去 所以小A等於 讓我重新交流控告才不會被截掉 好,各位馬上做一下 馬上做一下 接下來 那順便 如果你做好了 你練習操作一下剛剛的那個 畫二項分布的人也不錯